各位同学,你们好,欢迎来到九二外语网,就爱学外语,我是本次阿拉伯语课程的老师,大家可以叫我Dana老师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学习第十九课,最后一个部分,关于语法部分 那么这一课呢,我们会接触到两个语法知识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就是这个正片组合 不过呢,这一课呢,我们将会拿到这个台面上面来,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系统化的一个讲解 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时间状语的表达,就是也是初步,大概的让大家有这么一个印象 好,首先让我们来进入第一个部分,叫意义正片组合 那么这个意义正片组合呢,其实就是我们 这个已经接触过的,它呢,在阿拉伯语语言当中呢,是受到广泛使用的 它通常呢,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名词组成的 表达呢,是一个更加完整更加具体的一种意思 那么通常情况下,它的模式就是 处于有一个名词做正词,有一个名词做偏词 那么做正词的一个这个名词呢,是一个确指的名词 或者是一个人称代词 然后呢,也可以是一个泛指的名词 那么也可以是一个正片组合 也可以叫做什么,一个连环的正片组合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那我们之前讲过,在前面的这个处于 和口服地位的,就是什么 是这个正片组合的正词 在后边,这个处于属格地位 也就是旗齿符号的 而且加了冠词的这个,就是这个偏词 啊,这个就是教士 第二个词,那么还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正片组合的正词 就是这个偏词 除此之外呢,这个属格啊,表示偏词的部分呢 不单可以是由一个确指的名词来表示 而且呢,还可以用一个什么 人称代词来表示 比如说这个,那么这个虽然看起来是一个词 但事实上它是,它这个是正词 乎,这个属格结尾人称代词 做的是这个正片组合的偏词 意思就是,他的书 再往后这里 那么同样前边这个 意思就是这个正片组合的正词 做的就是这个偏词 只不过呢,这个偏词是由一个人称代词来代替的 啊,他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那么除此之外啊 比如说下面这个表示时间的 妖母safety 意思是说,哎,是周六,对吧 那么这个前边的妖母就是一个正词 后边这个safety就是这个偏词 后边这个edu al miladi是生日 那么edu就是这个正词 al miladi就是偏词 那对于正片组合来说呢 它的用法有以下几点 那么对于第一点叫做什么 它和一般的名词是一样的 就是说当成一个名词 在剧组当中也有格位 不过呢,它的格位的体现就体现在正词上面 因为偏词已经是固定的 是不会变的 就是出于属格地位 也就是旗帜符号 比如说这里边 啊,我表示这个词组 had he 啊,本身这个hojora tu darci 那它这个正片组合意思是教室 我想要确指一下 就说是,一指下是这个教室 那么我就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指示代词 那么这个指示代词 它的性质我们怎么来确定呢 要看的就是这个正片组合的正词 我们可以看 看到这个正片组合的正词 hojora tu 它的原型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所以我们前面选择这个指示代词 也要是个阴性的名词 所以呢,整个这个正片组合 可以看作是一个名词 前面加上一个指示代词 仍然表示的意思是一个词组的概念 一个名词的概念 也就是说这间教室 那么再往下看 下面这句话 那么对于这句话来说呢 它是一个动词句 那这个 它的主语是后边的这个 学生们 那在后边的这个正片组合 hojora tu 做的就是整句话的宾语 出于宾格地位 所以呢 它的这个格位的体现 体现在这个它的正词上面 所以它的正词变成了开口符号 变成宾格 再看下面这句 yadurusu atu labu fi hojora ti darasi 那么这句话 这个动词句 它的这个主语呢 仍然是atu labu 那么fi后面表示的这个地点 就是在教室里 本身呢 它是一个就是地点状语 那么在fi后面 作为fi的授词来说 fi后面所接的这个词呢 要出于属格地位 所以呢 为了体现这个正片组合 处于属格地位 那么它的正词 它的格位就要变成属格 也变成了起乘符号 就像这里边 那么我们已经发现了 对于片词来说呢 它的格位是固定的 像第一个 也是c 也是c 最后也是c 确定不变 所以它的这个正片组合的格位变化 只能够通过正词来体现 这是第一个用法 第二个用法 就是关于这个正片组合正词 还是体现在正词上面 那么当这个正词呢 不是说一个单 表示单数概念的一个名词 那么它可能说表示一个双数概念 那么还可能表示一个复数概念 那么在两种情况下 第一种情况叫双数名词的时候 比如说出于这种 爱你 所有提你 这种情况下 那么它怎么样来体现 它这是一个正片组合 那么它怎么样 在形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呢 那么这里面大家注意 第一种 第一种对于双数名词来说 那么作为正词的话 它要将末尾的这个你去掉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原型 父母是 爱拜忘你 对吧 爱不 爱拜忘你 是它的父母 原型 那么当它这个作为正词 比如说是女的 她的父母的时候 那这个嗨就做了这个正片组合的偏词 那么作为正词的爱拜忘你 这个双数名词 它就要把它末尾的这个你去掉 变成了爱拜忘 然后加上这个嗨 这里面就是双数名词的变化 那么对于完整式阳性复数呢 也是这样子的 因为完整式阳性复数的变化 最后结果是父母呢 所以同样的要把这个 词尾的那要去掉 比如说对于这个 本身把它构成一个正片组合意思 就是图书馆的职员们 对吧 办公图书馆的职员们 那么这里边 作为正词的她 就要将最后的这个n去掉 然后变成了什么 那么这里面大家要格外注意 之前我们在这个变化当中 动词变化当中 会后面叫做elef 那这里面大家要尤其分清楚 动词要加elef 但是名词是不加的 去掉了就是去掉了 就变成了原本剩下的东西 就变成mouabafu 不要在这里面给我加上一个elef 这里千万不要混淆 这里就变成了这个正片组合 mouabafu 就作为这个正片组合的正词 admaptivity 就安静静地做它的偏词了 这是第二个用法 需要大家注意的 好 看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说 那么刚刚我们讲的上一种情况是什么 是出于主格地位 对吧 那么这格位是通过这正词来判断的 这个正词是主格地位 那么当这个正词呢 就是既是出于这个双数的名词 或者是阳性负数的名词状态 又是要处于这个冰属格的地位时候 那么它的形态要进一步发生变化 那么究竟是怎么来变的呢 大家注意这里 那么它的变化就是 对于双数形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 原本的时候它是变成abaiwa 那么这个时候 它变成冰属格的话 正词要变成人音 那也就是说 要变成什么 abaiwa 也就是说本身呢 这个父母 父母啊 他的冰属格的形态 就是abaiwa 那么你就是把最后的ni去掉 直接变成abaiwa 然后hai就可以了 那像这边 abaiwa 这句话也就是说 我看到了他的父母 这里 那么对于这个完整式复数 阳性复数名词呢 这个处于冰属格地位的时候 它的变化就是要变成长音 那比如说原来 它的形态是mwabafu呢 那么它变成冰属格形态 就变成mwabafi呢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 重点就是要把 也是要把后面这个ni去掉 然后变成sherlikati 也就变成了mwabafi sherlikati 那比如说这句话 hadhir imaratu li mwabafi sherlikati 也就是说 这些楼盘 是公司员工们的 这里大家要注意 好 那么关于这个意义正片组合 其实内容也就这么多 也没有特别多的东西 好 让我们看第二个部分 语法 就是叫时空状语 这个就是它的时间状语的这个爱语表达方法 那么时间状语 这时空状语 这一词呢 一出来 它其实表达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说明的是一个动作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 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空之下 在句子当中充当的成分是叫做时空状语 那么它呢 在句子当中它的形态 它的格位呢 要定格在宾格 词尾呢 也就是出于开口符号 那么通常情况下 这个时空状语呢 可以是一个单词 也可以是正片组合 也可以是借词端语 我们看一下一些例子啊 可以看看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首先这句话叫 穆罕默德还在读书 对吧 那么这时间叫 意思说是 他是在清晨早上读书 所以就说是 他在成读 穆罕默德呢 在成读 那这里边的 我们知道 它就是一个时间状语 那么它这个形态什么 是一个单词 是由 沙巴默变化而来的 那么它的形态定格在宾格 开口符号 沙巴默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再看第二个 那这个 这个主语是 然后呢 它在学习 在什么地方呢 这叫 在图书馆里面学习 在图书馆里面学习 然后图书馆学习 然后时间是 下午的时候 在下午的时候学习 所以呢 这里边 这个下午晚上 这个词 也是由一个单独的名词 然后呢 格位也是处于宾格 宾格地位的 这里 好 再看第三句话 那么首先这里边 这个主语说是 这个附书 同学们 就是上课 对吧 上他们的课 然后是什么状态呢 那么这个时间状态 就是由一个正片组合 构成的 那么它的正词就是 那么片词就是 那么整个这个正片组合 它的格位呢 是处于宾格地位 那我们的判断方法 是看的是正词 正词出于开口符 所以这里边 它是一个正片组合 好 再往下看 那么这块就是说 一群女学生们 坐在哪里呢 在什么下边 在一棵树下 那么这个表示的 就是一个地点状态 对吧 表示地点状态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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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是一个方位戒词 那么这就像一个方位戒词端语 对吧 那么也就是上面所说的 由一个戒词端语组成 也是可以的 再往下看下一个 almanabu yakaw wa ra'a imaraty tedresi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almanabu 意思叫做运动场 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词记一下 叫运动场 yakaw 是坐落在 这个动词 wa ra'a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后面是一个戒词 对吧 方位戒词 后面这个正片组合 imaraty tedresi 叫做教学楼 这是楼 然后tedresi 就是教学 所以是教学楼 那么wa ra'a imaraty tedresi 意思也是一个方位 戒词 也是一个戒词端语 做了这里面的地点状语 好 再往下看 asiyaratu taqifu amama maktabir baridi 那么这里边 这个车辆 然后呢 taqifu 落在 就停在 哪里呢 amama 表示是 在什么时候前面 方位戒词 maktabir baridi 意思就是在邮局的前面 啊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戒词端语 做了这个地点状语 好 最后一个 yamama al'omama fi lady 那么 yamama lo'omama 意思就是 工人们在工作 然后 fi lady 啊 由一个fi 表示一个戒词端语 是吧 这是一个戒词端语 做的是一个时间状语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 对于这个 时空状语来说呢 它可能表示是时间概念 也可能表示地点概念 那么它可以是一个 范指的单个的名词 也可以是一个正片组合 那么也可以是一个 借词端语 啊 既可以表示这个借词端语 可以表示地点状语 也可以表示时间状语 好的 那么关于这个语法部分呢 就是这两个知识点 下面让我们从头来回顾一次 好 首先看第一个知识点 叫做意义正片组合 那么意义正片组合在阿拉伯语当中非常常用 它相当于说是由两个名词组成的 然后它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一个更加完整更加具体的意思 那通常情况下呢 是由一个名词做正词 一个名词做偏词 那么就是做正词的这个名词呢 要是一个确止的名词 或者是一个人称代词 啊 那么或者是一个范指的名词都可以 也可以是一个正片组合 那么也就称之为连环的正片组合 啊这里边那么我们给出了几个例子 接下来呢我们讲了三个关于正片组合的用法 那么第一个就是作为正片组合的话呢 它可以像一个普通的名词一样去用 那么但是呢 它的格也是有一定格位的变化 那么它格位的变化呢 我们看的就是正词方面 啊 比如说它要是处于主格地位 正词就是合口符 如果是宾格地位就是开口符 啊 骑士地位就是骑士符号 啊这个数格地位就是骑士符号 那么根据这三个例子 我们就已经看得出来了 啊 那么第二种用法呢 就是说 当这个正片组合的正词 不单单只是一个普通的名词 或者说一个单数的概念 它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双数名词 或者是一个完整是阳性负数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正词是要有一定形态的变化的 那么当它这个是正词是一个双数名词的时候 那么它要将词尾的这个逆去调 然后连接上后面的这个偏词 那么对于这个完整式阳性负数也是一样 也是要把词尾的这个逆去调 连接上后面的这个啊 连接上后面这个偏词 那么对于第二种情况 我们所讲的就是格位呢 是处于这个主格地位 那么同样的 当这个正词处于正词是双数名词 和完整式的阳性负数名词 但是它的格位不是说是正词 不是说是这个处格地位 那么它要是一个B属格地位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变化方法就是 对于这个双数名词来说 它的就是将它最后边 它要是变成软音 也就是从爱你变成爱音音 然后同样的把最后的尼要去调 在这里边 然后再连上它的后边的偏词 那么对于完整式的阳性负数名词呢 则是由主格的负乃 就悟乃这当中 变成了长音意义乃 这样子 那最后的奈也是要去调 连接上后面的这个偏词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块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意义正词组合 接下来下一个知识点就是时空状语 那么时空状语呢 它表达的就是某个动作 发生在一定的时空内 也就是说一定的时间 然后一定的地点内 那么这个时空状语呢 在记者当中 它处于的格位为宾格地位 那么这个时空状语呢 可以是一个单个的单词 那么呢 也可以是一个正天组合 同样的也可以是一个借词短语 我们刚刚通过这几个例子 就已经明显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对于这个时间的状语的话 我们可以是一个单个的名词 单的 然后宾格地位 那么同样的呢 表示时间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选择用一个正天组合来表示 如同这里边的 那么对于这个表示地点状语 或者是时间状语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个 借词短语来表示 那么这个就是这一点 好 那么这一课的语法部分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些 下面呢 让我们从头把这个有一些例句读一下 加情一下基地 好 前面这里 这一课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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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课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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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课的语法 我们就到此就全部讲完了 同样的 还是在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言语 恐惧不能阻止死亡 却能妨碍生活 也就是 这个给大家一个心灵鸡汤 无论是我们遇到什么样 让我们恐惧的事情 不要畏惧 勇敢去面对 因为事实上 我们的畏惧 反而会让这个情况更加恶化 让我们勇敢去面对 生活当中的任何困难 好 那我们就下集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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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